那有个臭宝寄过来的花也不知道是个啥 先打开再说吧 这个是我妈看的像是退件 以为是我们家的退回来的 后来它拆开以后一看不是 它又给我扔那了 然后呢今天抓紧 就给它拍了 嗯 把手 它能不干枯掉液的吗 你看它们怎么浇那么多水干什么呀 就来到这三个 你们浇那么多水干什么 我就想问一下 尤其是冬天 你浇那么多水干啥呀 你能不能等它干了 你再浇 不干你不浇 而且这个臭宝还是干嘛呢 它洗根换了土 你看出来了吗 它这个是洗根换土了 它这个没有肥料 这不是 这白色的这个颗粒叫珍珠盐 它用了沙子跟珍珠盐 这个叫珍珠盐 它用了沙子掺了珍珠盐 给它种上吧 很多的花肉寄过来都是 都是把命都托付给我了 找个小的花盆不要大的 花盆太小了放不下也不行啊 找了个 差不多1.5加仑大小的花盆 找到了 然后呢咱们给它重新种一下 不要洗根换土 臭宝 你洗根换土也可以 你分季节来嘛 你到入冬了 天冷了 你再洗根换土不就有点晚了 我弄点树皮啊 或者是珍珠盐之类的东西 给它垫垫底啊 增强一下排水透气性啊 准备了吗臭宝 之后呢放老花益的土就行了 通用配方土就ok了 别埋得太深了 也别用什么肥料了 有的话说老花益 我看你埋得就挺深的 你别急啊 我炖死了以后 稍微往上踢一踢 它就不深了 看到没 这样就行了 由于它这个来的时候很潮湿 你是不是还嫁接了 这里 它还嫁接了 它还挺冷的 真嫁接活了 你看人一嫁接就活 你咋嫁接不活啊 很简单 嫁接活了 但是你想让它就活 我先给你控控水 控水之后呢 就是现在就得操作吧 因为这一个视频 我不可能等到明天拍 那这个时候呢 还是离不开我们的老朋友 会玩生根液 先剪着这个 少的用吧 来一点 杀菌药 恶梅林 或者是那个 或者是那个小黄二号 或者是用这个 这个便宜啊 很多的话 有说 老花一恶梅林有点贵 我想要便宜的 还比较好用的 就这个小黄二号 还比较好用了 来一点 杀菌的嘛 搅拌均匀 然后呢就浇一遍透水就可以了 我们下一回浇水啊 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就不干 我们是一直不浇的 明白吗 别用很大的花盆 你洗根换毒是可以的 别用肥料 尽量的用杀菌药啊 用一些生根液之类的 其他的就不乱七八糟的用了 再一个呢 就是干了再浇水 不干就别没事老浇水了 好吧 别的没什么问题 就放到前面 比较暖和一点的棚里面去 光照是可以给 但是不要强光暴现 冬天 夏天 尽量的别去洗根换土 你最好就是在春天 再吃一点就是秋天 因为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 你洗根换土干什么呀 好多的花明明是很好 就是被你洗根换土洗死的 明白吗 不是说不能 是可以洗根换土 但是你得分季节来 你看人家 哎呀 哎呀行了 给你叨叨叨叨 气得好 记得点个关注 下一次 老花一再给大家分享 很多游的哑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哑花最早一 白的错吧 嗨 嘿嘿 嘿嘿